游价最近因为中东的情势紧张 有了一波反弹 金价也在历史的高点居高不下 但是七战你刚刚提出了一个观点 你说今天明天经济数据非常重要 如果这经济数据又表现不错的话 代表本来预期11月会降息 会不会干脆不降息了 对 确实是有可能的 怎么看待这美国经济 如果数据这么好会不着陆吗 以及大宗商品 如果真的不降息还要继续飞吗 好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因为联准会不是在九月降息两码 结果就位数据非常好 大家就想说有些人马后怕 我就讲说你其实你不应该降两码 你降一码就好了 太过头了 搞不好通风会复苏 那这件事情我要帮联准会讲一句话 联准会事前也不知道就位数据会这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的就位数据好 跟他降不降息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联准会降息的时间点是什么 台湾时间九月十九号早上 那你知道联准会你知道美国就业数据 什么时候调查的吗 那九月份的调查时间是九月二十号的那一周 降完息之后 对 降完息的隔天那一周在调查 所以呢他不可能我降息之后 失业马上大幅招二人啊 没有 就是事实上是本来就是这么好的数据 然后只是什么 他又刚好又降息了 所以大家觉得哇 你是不是白降息了 好 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你以失业率来看的话 其实呢在八月五号那一天 八月二号公布那时候 失业率从四点一一下跳四点三 那是不是股市大跌 衰退要来了衰退要来了 确实当然是冲高 可是连续两个月掉下来 所以如果接下来又往下掉 那当然就是什么 当然就不需要再降息了 那所以有可能十一月也不降息 所以这一次呢 因为十一月一号就公布就位数据 然后呢接下来是美国大选 接下来才是利率会议 那所以呢市场上那一周的动荡一定非常大 所以可是大家想说 可是不知道我到底看到什么 他会想要降息了 就算这段时间 他也没有出来特别说什么 为什么 其实我发现到这段时间 美国就业数据 尤其失业率有一个很奇怪的节奏 给大家看一下 这近两年来美国的失业率变化 其实他发现呢 他都是往下掉了之后弹起来 往下掉两个月弹起来过前波高 往下掉两个月弹起来多前波高 这每一个距离是一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每一点都是一个月 所以你发现他其实是走一个底部 慢慢墊高底部慢慢墊高 技术分析可以用 底部墊高 基技数据技术分析可以用 长得就是这样嘛 对啊 高点也过高 对不对 所以呢 接下来这是修正 修正之后往上又过高了 所以但是其实你看 报尾是预估到年底到四点四 所以他如果从四点一跳起来过前波高 确实到下个月十一月公布到四点四 合理啊 正常就是长这样 所以呢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就有可能接下来他预期的就是失业率 会有这样的快速跳高走势 那当然啦 因为还没有公布谁知道 可是呢明天就要公布美国的CPI啦 可是如果CPI再高起来 配合现在就业数据好 那当然市场就会觉得 是不是其实降息的幅度会进一步 说减咯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市场的震荡可能会比较大 甚至是会有一些失望性的卖压涌出 因为我跟大家讲失业率往下不是坏事 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不是坏事 可是通膨增高 那基本上不是好事 所以呢有可能会到股市造成比较大的压力 好除了对股市来避险的资金金价 还有经济好不好的油价会有什么影响 对因为其实如果股市往下修正的话 有什么这个避险题材支撑黄金 那还有另一个什么 如果接下来通膨高 金价又有什么抗通膨 因为金价是大通商品嘛 所以黄金呢 这一波其实理论上 大家想说 在这个美国准备要降息之后 其实黄金是有创价过高的 可是自从就业数据公布都不错 它掉下来 那主要这一波黄金短线展示 展示暂停的主因有三个 第一个呢是技术面修正 技术面修正简单 就涨那么多的总要拉回一下 不然难道涨到电视上吗 不可能嘛 第二个是什么 美国降息幅度缩减 因为就位数据大好 所以连续几个拉回 然后还有美元反弹 不是有美元指数吗 美元指数打一个底部上来啦 突破0.02啦 那自然的 如果之前说美元不好的时候 黄金会上来 那美元好了黄金自然被压下去嘛 所以这是很正常的表现 那你也可以发现到 其实黄金在这一波的走势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它就是底部电高上来 底部电高上来 底部电高上来 它就这样画上来 是不是这样 你就拉回买 拉回买 拉回买 那这边冲得高了之后 现在刚好回档 所以你会抓 这边到底是会拉回到这里 例如说2600整数关卡 还是会深一点到2550 不知道 那在这一段时间 其实刚好是 刚好是美元在反弹嘛 那美元在反弹 黄金压回 压回深一点其实比较好 因为什么 因为你看 如果是2600到2685 那也不过就是3%空间 可是如果是2550左右到2685 空间就更大一点拉 反弹的力道可能就强一点 所以反正它的多头还没有结束 所以拉回多一点 比较明显的底部支撑 比较明显的底部支撑 在往上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最好是不要跌破这个地方 不然就变空了 跌破这边你可以试的是什么 假设这边很大一块 是个主要的压力区 只要的密集交易区 那能够称的上面都还不错 可是如果跌回来 甚至跌回这边 就有可能会是什么 我们讲一个概念 就是有没有可能是走一个这样震荡 那最后会变成 这里跟这里对称 这里自己快 然后倒下来整理 那那样的话 时间整理就会比较久 那后续要上涨的力道就会变弱 OK 好 这是黄金 油呢 好 那油呢 最近的波动 我们特别抓月K 月K告诉大家 这个非常长的时间 从2007年到现在 为什么 因为最近不是说 以色列跟里巴勒 跟伊朗在打 在吵架吗 他们其实有点互炸了 但是没有到全面战争 所以叫地缘政治风雨延烧 那现在传出来呢 因为其实昨天 昨天油价是跌的 因为说什么 他们认为这个以色列 虽然跟伊朗吵架 可是不会去炸铲油设备 那为什么不去炸 不知道 应该不会炸 所以大家乐观一点点 所以跌下来 但是有分析提供一个警告 说他可能不要炸铲油设备 可是什么 伊朗有没有可能为了要吵架 跟以色列吵架 所以他封锁了主要的运油路线 那这个运油路线 如果被封锁的话 可能会造成供应量大 减百分之二十 那减这百分之二十 那当然是风险是比较高的 就形同减产了 对 没错 而且是一次二十percent 那所以这个时候 假设真的有的话 我们讲假设真的有 他有机会去挑战历史新高 那历史新高 目前看得出来的高点在这 2008年7月 那时候的高点是147 那喊得比较夸张的 喊到150 我觉得 我觉得个人是觉得 你喊到150 有点太夸张 那基本上必须要是整个 例如说他封锁之后 封锁了好几个月 那才有可能让油价冲上去 不然的话呢 我觉得在那边震荡 可能幅度大一点 甚至是去挑战 这个区间的高点 我认为是比较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做多油价的条件 其实看起来还蛮单薄的 对 做多油价的条件 就是打仗 那因为毕竟什么 你说美国 大家其实是有一点点 觉得需求好像会复苏吧 但是你说对于美国 需要很有信心吗 好像也没有 但反而比较是希望什么 例如说中国 因为撒钱了嘛 会不会有新的需求出来 那透过这个方式去改善需求 机会比较大 但是只是什么 大家希望炒短线赶快赚到钱 所以才会用地缘政治的方式 去炒成 现在去做多相关的 那就是这一波油价的ETF 胜算以及空间大不大 我觉得因为毕竟这一波油价是一个 你看他是走高点越来越低 那只是在这边盘 那如果你觉得 因为如果你觉得这边的低点可以守住 我觉得去做多相关上面是可行的 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他是属于一个偏弱的情况 才需要去守 所以因为他是偏弱才需要去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去摸底的话 要留意两件事 第一 那就是这些接下来打仗 或者地缘政治不要没多久 因为你看美国不是要大选了吗 那如果接下来这个拜登想说 选举前那个俄罗 那个以色列你们不要吵架吗 我们坐下来谈一谈 那以色列也想说 我们给这个拜登一点面子 那我们就说我们暂时没事 这时候油价可能哇就下来了 那你的风险就比较大 那第二个呢 是目前大家对经济前景乐观的 那可是例如我们就讲嘛 如果11月的这个就业数据 忽然的给你不好 需求不好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破地往下 要特别留意 非常清楚 谢谢曲站 请先回座了 这个是在接下来 油精大宗商品的操作策略 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 今天我们录影同一时间 央行有重大的事件布达 记得吗 之前记住了第七波的房市管制 市场认为是优势以来 在房市管制当中最大的重权 今天央行随即从善如流 做出了三样 这管制当中的豁免 那三样可以豁免 第一个 在人只要有继承取得的房屋 或房贷都可以豁免 这房子是你继承得来的 第二个是 因为实质换屋需求 跟承贷金额经购 切结约定 简单来说 你就是换屋 比如说你已经先买房了 实质需求 我就是要换新的 现在卡住了怎么办 之前因应知道 签切结书 现在央行开了一条路给您 第三个是 自然人已经签订购物 之前都已经签好约了 所以开了第三条路给您 这三个状况 现在正式的出炉之后 盛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之前营建股 被第七波的房市管制 打得落花流水 今天开了三条人到走廊了 是 有没有机会把营建股 目前的卖压稍微缓和一点呢 我觉得是有的 为什么这样看 因为其实营建里面来讲 自助跟投资 是两个很大的关键 那你央行事实上之前 一打的话 两个都打下去 结果自助就哀哀叫 我本来是自助的 我没有在炒房 可是我并没有房子 所以开出了三个豁免权 但是我觉得这个豁免权 对股价而言 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点帮助 好 行情有机会少好一点 房市以及房价呢 之后我们另辟单元 请房市专家来告诉您 明天休息一天 礼拜五行情 以及十月的下半月 关盘重点哪些 好 我觉得这两天还是要 废办的指数啊 洞见观瞻 那我一开始就讲 挥达好像马步蹲好了 甚至埃森哲领先挥达 准备创高 这个蹲好马步的重点 一定要观察 那这个礼拜 其实美国叫做什么 金融业的超级财报 包含是JP Morgan 它都要财报出来 那下礼拜当然就是台积电 这个会影响到美股的走法 那台积电成为目前台股 最重要的关键 领先直稳领先突破 那上升的月线 再加上千元的整数宽卡 是一个支撑力道非常强 如果未来在整个法朔会前后 能够守稳的话 往上的几率 坦白讲是高了一些 那未来观察重点两个 外资的买盘有没有能够确实的归对 你说今天有买了一百多亿 但是我觉得它好像没有归对 整个从期货看起来 期货的空单跟新台币 都是一个指标 我觉得外资真心回补的话 我觉得台股的涨势才会持续 那内支的买盘 其实感觉上是缓步在加温 那最好能够持续加温 融资余额跟主动型的买盘是关键 那今天的投信跟融资余额的状况 我觉得都好像有利大盘的正面的发展 那重点的指标股 半导体里面就是台积电 外资投信都投买 那晶圆店今天表现也非常好 甚至鸿海也是投买的指标 细光子的联雅联均 这两个领头羊绝对是重点 再来还有一些中低价的 很厉害的转机股 包括像政达跟利基 大概都有一个点火的效应 关盘就看着这几檔股票 了解 谢谢盛建老师 谢谢今天所有来宾提供丰富的资讯 明天台北股市虽然修饰 但是前线百分百不打烊 我们明天照样要为您解析 两大重点 第一个是刚刚提到的 如果现在第七部的信用管制 开了三条的人道走廊 到底盈建股有没有机会止跌 还有台积电营收表现不错 台积电的法术会如何暖身 走低明天的前线百分百 我们明天见了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赞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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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